其實一直都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個演員 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想過會做演員 這個不是我小時候的志願 我一開始不是先做戲 是先唱歌 這個是我真真正正第一次 覺得自己有一個角色出去扮演的時候 愛上了那種感覺 而是我覺得我做其他東西的時候 給不到那種滿足感 為什麼原來自己都可以獲獎 就覺得有信心 所以就喜歡做這件事 就是這樣開始 演員在演出的時候 站在舞台 螢光幕前 總是光鮮亮麗 以充滿自信的一面示人 你又有沒有想過 在揭幕之前 在導演叫行動之前 他們排練準備劇本的時候 可能過著日夜顛倒 情緒帶起大落的生活呢 今集我們找來幾位嘉賓 他們每一次走上舞台 都全心全力演好每一齣戲 究竟是甚麼令他們這麼堅持 一直演下去呢 如果你是一個舞台劇迷 對梁建廷這個名字一定不會陌生 他是一個土生土長 澳門製造的全職舞台劇演員 如果要講起表演這件事 其實我在幼稚園三年級 即是K3的時候 已經第一次去進行表演 但當時是一個舞蹈的表演 在畢業禮裏面 做一個跳雨傘舞的一個小女生 第二次能夠上舞台表演的時候 已經一跳跳到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我就想去飾演了一個小的角色 那個角色就是一個女生上舞台 扑低 為什麼有這麼深印象 就是我上舞台真的很認真地扑低 然後扑到直覺流血 回到舞台下面 這是我真真正正正第一次 覺得自己有一個角色出去扮演的時候 直接去到中學一年級的時候 就真正認識戲劇表演是甚麼 因為當時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同學很喜歡扮演一些角色 扮演那時的明星 扮演他們說話 扮演他們的風采等等 在走的過程中我跟他們說了 如果學校有話劇組 你應該要參加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那時會出現話劇組 這三個字出來 回到學校 入到課室 隔壁有個女同學 叫做蕭芬山 她走過來跟我們說 學校要成立話劇組 感覺上就好像 嘩 為什麼 這件事真的這麼戲劇 我就立刻填上我的朋友的名字 她又立刻填上我的名字 在這個時間之後 每逢星期二 我去到演藝學院 上戲劇課 而當時的老師叫周樹莉老師 是她帶我認識 戲劇的世界究竟是怎樣 一個人為了夢想 到底可以作出甚麼程度的犧牲呢 梁建廷當年為了他的夢想 辭去了有穩定收入的工作 立志成為一個全職的舞台劇演員 我好像只是掛著工作 沒有做其他事的時候 那段時間在家裡經常哭 然後我媽媽跟我說 你不要做了 你辭職 我說 但我辭職沒有收入 她說 不要緊 我們支持得到你的 你也去做 我們家不是小康之間 不是甚麼 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但我媽媽說得出這句話 我爸爸在隔壁庫 哎呀 我又是 做了一個決定 就真的辭了一份工作 嘗試出來闖蕩 中學我們一直開始支持她 還有一件的遺憾 就是不要讓她去讀戲劇班 唯有說 哎呀 那些小弟妹這麼小 又要教功課 因為我們文化有限 就是我講一記而已 她就沒有去讀了 就留在澳門讀了 現在小弟妹已經不殺業了 我看到報紙 好像說遲些有戲劇班開 好啊 如果開我去讀 抽點時間 健庭老師的一齣戲 叫馮生記 台詞咬得很準 最重要是她做到她經常跟我們說的 台詞要接得緊 一刻不停 越說越有勁 獲益良多 看完她的演出之後 在我們梁老師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拍戲的時候給我們的感覺是比較嚴肅一點 但在台下她又比我們 好像我們的朋友一樣 而在她身上我們學到的東西 更多是一個執著 因為她對畫劇這一門藝術 都學了很久 都堅持了很久 而我們看到她為了這門藝術 都犧牲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令到她們喜歡戲劇已經很好 演員很重要的就是聲音 身體 不想像 我怎樣通過一些遊戲 去讓她們感受自己的身體 原來可以是這樣的 我的聲音原來也都可以有不同的變化 我怎樣用想像力去創造 我所創造的這個畫面 去慢慢慢慢認知戲劇這門藝術 我想做一個真是屬於自己的演出 說的是可能自己寫劇本 自己編 自己演 整個製作都是自己 如果我可以做到這件事就好 同樣在舞台發光發亮的 還有被澳門戲劇界稱為 音樂劇才子的阿佐 鄭君慈 音樂劇是一種綜合藝術 演員要唱得、演得、還要跳得 雖然阿佐小時候就學鋼琴 但成為一位音樂劇演員 竟然是因為大學時期的一次心血來潮 我小時候會比較喜歡寫東西 寫書、講故事 但我有一個機緣巧合 我有機會可以在文化中心參演 當時的第一個作品 叫做《愛在地球毀滅時》 然後我那時想著 也好啊 試試做一些自己沒有做過的事 所以就去了 他又接受了我 給了我一個機會 可以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 我自此就愛上了那種感覺 應該是說立志做演員 其實真的不是很久 我想大約五、六年左右的事 其實我大學就不是讀演戲 所以就出來工作、工作、打著一份工作 工餘的時間就全部用來演戲 參加不同的戲劇製作 但如果你想將你的興趣轉變成一個事業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過程 說就很容易說 但你真的將它變成你一個作為維生的職業的時候 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狀態 我決定給我一個機會 因為當時剛好有一個機會 在英國那間學校收了我的 而他跟我說是可以直接入行 意思是我是進行過程式 我直接不需要去面試 他直接給我去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機會 一道門打開了 家人當時是不支持的 而且這件事也是很正常 如果我當時的父母 我都會問你有沒有想清楚 我做事有時都會想得很清楚 事前上後 但當我一決定了 我就不會回頭 所以我去了之後 回到來就成為了演員 其實我去到那裏讀書 最大的得著是我的同學 我在學校的老師 的教授 身上會見到他們那種文化的自信 在他們身上我學會了 作為一個演員 或者一個表演者 一個藝術家 他們應該要有的一些特質 老師說了我印象很深 他就說 為何你要覺得自己不值得這個讚美 當然批評要接受 虛心這個是正常 但讚美都同樣應該要接受 而且是一種 那個自信就是這樣來的 如果有人稱讚你 你不需要說 不是的不是的 我很廢的 試下說一句 多謝你 多謝 除了幕前演出之外 阿佐同時也參與導演 編劇 作曲 作詞等等的幕後工作 還在這個串流音樂當道的時代 推出了首張個人音樂專輯 擔任每個角色時 其實我是在演別人 那個角色是我飾演 但那個角色不是屬於我的 因為那個角色是另外憑空幻想出來的 但如果我真的很想用自己來做一件事 我選擇了一個音樂專輯 表達我自己是誰的機會 所以我有興趣的那個音樂範疇 都會是一些編劇場類 或者畫面感很強的一些音樂歌曲 跟阿佐合作過的藝人很多 其中包括近年在戲劇界為人認識的嚴小偉 打開電視 還會時不時見到他活潑可愛的主持風格 我們當時應該是一起合作了一個 兒童劇 對 認識了 但其實我之前已經看過他演戲 是 我對他的感覺要說真的嗎 說吧 我真的好看你不順眼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你感覺很囂張 我知道你認識很多東西很有才華 但當時因為跟你不熟 然後你又不太出聲 我覺得有才華的人都好像很厲害 都是懷季 但我覺得他經常在笑 所以有他在 永遠都會很開心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可數性的 雖然大家看到他的外表是圓圓圓的 但其實他都可以駕馭到很多不同的角色 我有次寫過一個辦公室的搏斧給他 是 他都做得很好 對我來說真的很有挑戰 因為我以前做兒童劇多 很少做一些比較不同自己本身性格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在他寫的角色下 我也是覺得很困難 對我來說 是一個學習 他是一個超級勤力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可以挑剔到他 而且我覺得他在我生命裡是一個老師的角色 他個人是一個很冷靜的 什麼都是很冷靜去處理每一件事的人 所以我遇到什麼問題 問他他都會幫我解決 其實我一開始不是先做戲 是先唱歌 但其實在歌唱比賽的路上 就很波折 覺得很氣餒 經常參加比賽為何都拿不到獎 後來就參加學校的戲劇社 然後就被學校一個我的啟蒙老師 鄭志偉老師就叫我去做校製戲劇比賽 就開始踏入了戲劇的路 我第一次做 那隊人就拿了一個很好的成績 之後那幾年都是繼續參加校製戲劇比賽 都是拿到很好的成績 唱歌我就變成了沒有信心 但戲劇可能 為什麼原來自己都可以獲獎 令我有信心 我就覺得原來我嚴小惠 有些東西都是厲害的 其實嚴小惠和動感較青都有點淵源 在2007年 我們就曾經播出過 她參與第16屆校製戲劇比賽的精華片段 在裡面 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 她在舞台上自然流露的演員氣質 之後她也首次作出電視上的新嘗試 在我要學好普通話的節目裡面 一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第一次看到自己在電視上是很害羞 很醜 即是不想看 但是漸漸後來我發現 其實要勇敢面對自己才會有進步 還有拍攝和做舞台劇很不一樣 拍攝可能我們做舞台劇 平時需要肢體或表情都很誇張 我自己看後覺得 哇 為何這麼誇張 很討厭 後來才知道其實是有分別的 要收細一點 都是舞台劇我覺得我自己做得最開心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做主持和拍攝的工作 反而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 或者大家都會覺得 澳門地方這麼小 做演員未必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但是梁建廷、鄭君次和嚴小偉就告訴我們 只要努力去追尋夢想 夢想一定會在前面等著你 有很多時候可能很多限制 令到自己不能夠追尋自己的夢想 但我相信如果自己真的很喜歡這件事 真的想繼續追尋它的話 任何的阻力都會是動力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世界 可能有時你們覺得 你們自己喜歡做的 有熱情做的事 未必是你身邊的人想你做的事 但記得永遠都要聆聽自己的內心 相信自己的能力 只要走下去堅持下去 一定會帶到你去一個 你意想不到的新地方 我人生的座右銘是天生可才必有用 其實在小時候我都有困惑過迷惘過 不知道自己喜歡做些甚麼 但是我覺得只要靜靜地 我覺得天是會安排最好的東西給你 如果你找到你的興趣 我希望你相信自己 只要做好自己 相信自己 沒有事情是解決不了的 太好了 你來說 我們要去講 你嗎 有